在结束了火龙时代之后 手机SoC性能能效迎来了全新时代 现在无论是终端SoC还是旗舰SoC 体验提升都挺大 不过熟悉PC的小伙伴应该都听说过 安迪比尔定律 简单来说就是电脑上每年的性能增长 很快会被软件性能需求给吃掉 这个定律放在手机行业似乎也挺契合 比如说前几年8GB内存还是主流 但如今8GB内存的安卓手机 多任务体验就不太行了 容易被杀后台 再比如说骁龙八经天机9000开始 旗舰机征服720P原神是没啥压力 但所有的崩坏星穷铁道 瞬间又是压力上大 那么在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伙平时会在手机上玩原神 星铁这类中高负载的手游 可以在弹幕上走一波 两月份的时候 我们对市面上的主流旗舰SoC 进行了一次星铁流畅度大横评 简单总结的就是 骁龙八家天机9000 709000S A15等机型都没有办法流畅运行 八经天机9000S机型 散热调度好的话还可以 但是想要更好的体验 还得骁龙八经3和天机9000S平台 当然那期视频发布完之后 也有不少小伙伴在后台留言 想看一下皮诺康尼新地图的测试 据说这个负载压力明显提升了 那么原先流称的机子 能不能顶住压力呢 相同平台 使得游戏优化做得更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实测对比 本次的测试场景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黄金的时刻 这个地图里面有复杂的霓虹灯特效 移动载具 丰富的人群 以及远景建筑群等等 对比星之海中枢 主观感受上 渲染压力确实变得更大了 因为有些机子刚进入这个地图 还没开始测试 就有肉眼可见的调整 所以这次参测的机型 限定在天机9200 八经 Exynos 2400 骁龙八经三 天机9300 A16 A17 Pro 这些性能比较强的SoC机型 测试机型大家可以暂停查看 而骁龙八家 天机9000 709000S 9010 A15等机型 因为跑星查海中枢的时候 都已经是汗流浃背了 新地图 这些机子就不参与对比了 测试环境是室温25度左右 屏幕亮度固定为200尼特 手机电量均保持在60%以上 性能模式有的话都开启 特效全开 苹果则是统一关闭MentalFX 测试软件统一用性能狗 跑度陷入是从爱迪安公园开始 然后到皮诺康尼大街 绕着大街走到奥地购物中心 然后沿着大街回到爱迪安公园起点 先来看一下发哥这边 天机90002的X90 一开始震率便在35到60之间来回波动 后期则是在30到45之间来回波动 游戏过程中 屏幕亮度强制降到了130尼特 平均震率只有40.7帧 整机功耗是6.6 机身最高温度是46度左右 K60 Ultra同样全程帧率很不稳定 游戏后半段会频繁在25帧到45帧时间波动 平均震率是39.5帧 不过屏幕没有强制降亮度 整机功耗来到了6.9 机身最高是45度左右 K70和EA43 平均震率分别是45.4帧和46.9帧 对比天机90002机型 大概有15%左右的帧率提升 这点主要得益于GPU能效比天机90002更强 在这个地图里面 GPU的实际负载压力是挺大的 当然功耗方面也是进一步增加到了6.9瓦和7.2瓦 机身温度分别是46.6度和46.8度 从帧率曲线上来看 两台8件机型的帧率波动依然是很大 经常从50多帧一下子掉到30多帧 卡顿感会比较明显 A16的iPhone 14 Pro Max 刚进入游戏时能够勉强接近60帧 但是只坚挺了20多秒 帧率便开始大幅下滑 最低会掉到30帧 平均是44帧 屏幕亮度还强制降到了160尼特 整机功耗倒是比较低 只有5瓦 看来A系列处理器的大核性能 综合能效依然是有优势的 就是这个机身散热实在是太拉快了 虽然说性能释放弱 但是温度高 达到了47度 这A16要是放在安卓旗舰上 比如说整机性能释放给个7瓦 游戏铁应该会有明显提升 对比之前的数据 8件天9000在星产中枢跑图的测试 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都能够到平均50帧以上 但是新地图就完全hold不住了 平均帧率大幅下滑的同时 游戏帧率波动也变得更大了 既然去年主流旗舰芯片稳不住 那么骁龙8进3 天9先3 A17 Pro Exynos 2400 这些新一代旗舰SoC 能不能驾驭这个高负载场景呢 毕竟理论性能层面 这些处理器都是要比上面这些强一样的 这里大伙也可以先猜测一波 型的扣1 不行的扣2 勉强稳住的扣3 但是也不行 之前比较看的天9先3拆吧 也只是在游戏前面6分半还行 这一段平均帧率在55.7帧 但是整机功耗有9.8网 对于手机这种被动散热设备来说 这个功耗下肯定是无法持久运行的 6分半之后呢 帧率开始蛇行波动 当然比如这种帧率波动策略 主观流畅度会比突然从50帧掉到30帧会好一些 尤其是从60帧降到45帧这个区间 不过当帧率低于40帧之后 也是难以维持流畅感的 插一把后面最低会掉到30帧左右 20分钟游戏平均帧率是46.6 整机功耗是7.2网 因为后半的明显降频 温度还行44.2度左右 同样天9先3 最新系统下 犯着X7的表现就比较拉了 平均只有40.5帧 还不如8件机型来拉得稳 原因还是调度太松 游戏过程中中和大核最高只给到了1.8GHz的上限 这种高负载游戏场景性能肯定是不够用了 不过跑到40帧的情况下 功耗确实比较低 只有5.8W 机身发热则是在45度左右 8件3的iQ12平均是48.2帧 游戏过程中中和最高是2.13GHz 大核限制在1.48GHz 并没有根据负载压力开放上限 所以刚进入游戏 帧率波动就比较明显了 全程都是在35到60时间波动 这套调度策略的好处就是功耗控制更好 整机功耗是6.1W左右 机身最高是44.1度 同样8件3小米14Pro前面9分钟的调度明显比iQ12更加开放 中和大核的频率最高可以到2.44GHz加1.71GHz 这一段能到平均53.4帧 整机功耗是7.3W 后面受温控影响开始降频 后边帧率是不如iQ12的 平均是48.4帧 整机功耗是6.8W iPhone 15 Pro Max 在这个环节依然是熟悉的味道 做了30秒真难忍之后开始帧率爆降 然后进入了一个帧率频繁波动的阶段 平均是47帧 功耗方面则是比较感人 只有5.2W 但是机身温度同样是比较感人 来到了48度 游戏关之中 屏幕亮度强制降到了160尼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三星的Exynos 2400 大伙也可以猜测一下 安卓之光的帧率能到多少呢 3 2 1 答案是平均只有33.4帧 起提帧率倒数低 机身最高温度是48.4度 游戏过程中 屏幕亮度强制降到了130尼特 后半段游戏最低帧率 甚至只有12帧左右 但整机功耗依然有7.5W 可以说是纯纯陪跑了 虽然说猎户座2400理论性能不错 和8进3 天玺9300属于是同一代旗舰芯片 但是在三星4nm加持下 实际的差距还是超出了大米的预期 其实按照8进3 天玺9300 A17 Pro的性能 如果放开跑 那肯定是能够流畅运行星铁新地图的 但是问题在于 手机这种密集堆叠 同时又是被动散热的设备 整机性能释放剩减 基本在6-8W 你要搞个持续性能10W加的性能释放 那完全就是为发烧而生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在现阶段 畅玩皮诺康尼新地图呢 这里就不得不请出我们的老朋友飞制了 爆款热销的全新飞制B7X系列 93g轻巧白色机身 还有限量的EVA联名款 设计颜值更高 27W超高质冷功率 搭载非制招牌记忆 Fry OC智能变频技术 让手机温度始终保持在最佳性能释放区间 不会让手机过冷形成冷凝水 iPhone 14 Pro Max加B7X散热背夹 平均帧率从44帧提升到了平均53.8帧 整机功耗是5.7W 屏幕没有降亮度 同时机身发热也从默认的最高47度 变成了39度 X100加B7散热背夹 平均帧率从46.6帧提升到了56.4帧 帧率稳定性和游戏体验都有明显提升 此时整机功耗来到了10W左右 但在强力散热背夹的支持下 机身最高温度依然只有39.8度 小米14 Pro加上散热背夹之后 平均帧率来到了53帧左右 后半段帧率稳定性要比默认好许多 机身最高是39度左右 当然因为这个机子运行新铁是 中和大核频率的上限是2.4GHz加1.7GHz 总体帧率提升不像差100那么明显 但是整机功耗也只有6.9W左右 除了智能变频之外 非智B7系列还把去年极客圈流传的开发者固件 直接开放到了正式版非智游戏厅APP里 开启智能变频专家模式 可以自定义智能片功率 分散转速等等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点击屏幕链接了解 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上一次横评的时候 我们说八进三天玑九千三 已经是能够征服60帧星铁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新地图一侧 竟然没有一个频率率超过50帧的 只能说目前这波旗舰机 在不借助散热背夹中万元的情况下 全机负面 只能期待一下下半年推出的 骁龙八进四和天玑九千四 能不能带来惊喜了 当然对于已经购买了八进三天玑九千三 机型的老铁来说 其实也不用慌 除了黄金的石刻这个地图 大多数场景下还是比较流畅的 让人比较意外的是八进二平台机型 新地图并没有被八进三天玑九千三 拉开明眼的差距 可能是当下玩游戏性价比最高的SoC了 苹果的A16 A17 Pro 理论性能依然是挺强的 但是iPhone的散热实在是太辣了 想要长时间玩高负载游戏 散热背夹应该会是必需品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三连支持一波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夏天玩游戏 散热背夹是提升性能直接有效的方法 有需要的小伙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飞制的B7系列 颜值体验的都不错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